妈妈亲手拔掉了15岁女儿的氧气管 愣愣地看着女儿的心跳逐渐归零 很难想象 皮包骨头的情况竟然真的照进了现实 而令人无比揪心的是 这个年轻的女孩身上还患有14项其他病症 为此妈妈只能强忍心痛 将女孩身上的氧气管拔掉 那么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 女孩又是如何变成这样的呢 臭宝们 记得爱特尼喜欢减肥的朋友 一起来看本期视频 2023年4月的一天 深圳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 一位妈妈哭得撕心裂肺 因为就在不久前 她刚被医生告知 她年仅15岁的女儿已经没救了 为了让女儿少受苦 她只能忍痛亲手将女儿身上的氧气管拔掉 亲手拔掉女儿生存的希望 这对一个母亲来说 简直痛彻心扉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能让她强忍悲痛也要这么做 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讲起 病床上的女孩名叫小玲 曾经是个活泼可爱的健康女孩 2023年3月的一天 小玲突然神志不清 甚至晕倒不省人士 家人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立即将她送到了医院 然而医生的检查结果 却出人意料 因为这个年仅15岁的女孩 竟然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 小玲的家境看起来还不错 应该不会缺吃少喝才对 怎么会严重营养不良呢 原本医生以为是小玲挑食造成的 因此再三叮嘱她 必须尽快改善饮食习惯 然而小玲的回答却令医生大为震惊 小玲表示她想活着 但又实在吃不下去饭 此时谁也没想到 小玲的疯狂举动 最终会要了她的命 住院期间 小玲依旧不吃不喝 无奈之下医生只能用药物 暂时维持她的生命 然后制定其他的治疗方案 但很快医院就发现了不对劲 住院期间 小玲的情况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甚至还越来越严重 经过深入检查 她身上还伴随着14项其他的病症 这种情况已经十分危险 因此医院建议小玲家长立即为她办理转院 到更大的医院接受治疗 他们很快就联系上了深圳儿童医院 等儿童医院的救护车赶到时 医生见到小玲的瞬间 就觉得毛骨悚然 此时小玲身上已经完全没有肉了 甚至连皮下脂肪都消失不见了 完全就是皮包骨头的样子 医生紧急为她插上了氧气管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正准备将小玲带走时 小玲的情况却恶化了 她的血压突然降低 心率却不断升高 甚至就连瞳孔都开始扩散 这是十分不好的现象 意味着她在原有的病症基础上 出现了新的问题 如果不及时治疗 很可能这个年轻的生命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小玲的奶奶得知情况后 一度情绪崩溃 她亲手将小玲带大 不明白孩子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担心老人家受不了 因此小玲的爸爸留下照顾奶奶 妈妈则独自上了救护车 那么小玲究竟是怎么从原本的健康 变成现在的模样呢 妈妈的一番话却令人震惊不已 15岁女孩为爱减肥 50天内断绝一切油水 甚至就连百米饭等主食都拒之门外 体重一度从104斤暴瘦到48斤 身体还伴随14项其他病症 每天只能靠药物续命 眼看抢救无效 妈妈只能忍痛做出决定 并亲手将其氧气管拔掉 这一刻 撕心裂肺的哭声在病房中飘荡 那么女孩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2023年小玲被紧急转院后 医生们为了更好地了解小玲的情况 因此询问小玲妈妈 小玲究竟是怎么受成这样的 没想到妈妈却表示不知道 听闻此言 医生也有些无语 只能转头询问小玲 而小玲的回答也同样是不知道 此时小玲妈妈却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她告诉医生 小玲之前曾喜欢过一个男生 但对方却喜欢上了另一个比小玲瘦的女生 因此小玲觉得自己只要瘦了 可能那个男孩子就会喜欢她 于是她就吵着要减肥 此后家里人做饭时 她总是要求少放油水 后来甚至连百米饭都不吃了 短短50天内 直接从104斤 暴瘦到了48斤 听到这些后 医生顿时觉得心惊不已 如果只是单纯的厌食症还好治疗 但如果小玲还有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么事情将会变得非常棘手 此时医生又问出了另一个问题 孩子突然报受 难道家长一点都没有发现吗 为什么没有早点送进医院呢 没想到听到医生的话 小玲的妈妈更加难过 原来早在小玲刚开始不对劲时 家长就已经发现了 然而他们要带小玲去医院时 她却怎么也不肯去 有一次情况严重 家人只能强行将她拖到了车上 但即使如此 小玲依旧拒绝接受治疗 甚至还三番两次地从车上逃跑 之后她的病情就越来越严重 因为营养不良 还出现了很多其他病症 甚至连器官都开始逐渐衰减 这次被送进医院后 医生更是直接建议他们转院 听完小玲妈妈的讲述 在场的医生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小玲妈妈哽咽地询问孩子还有就没 看着痛彻心扉的家长 医生只能用沉默应对 并不是医生不想告诉她 而是实在不忍心在打击这个母亲了 此时的小玲不仅没有自主呼吸 嘴角也开始渗血 最关键的是 她的瞳孔几乎不能对光折射 很可能她的脑袋已经发生了病变 因此医生也只能尽力而为 很快就到了医院 明明早已知道小玲体重很轻 但真正将她抱到检查台上时 医生还是忍不住地震惊 因为她实在太轻了 很难想象一个15岁的女孩 竟然和一床被子差不多重 小玲刚做完CT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随后不同诊室的医生都汇聚在一起 然而大家看了CT结果后 心情却更加沉重了 妈妈亲手拔掉了15岁女儿的氧气管 愣愣地看着女儿的心跳逐渐归零 谁能想到皮包骨头的情况 竟然真的在现实中上演 而更令人揪心的是 这个年轻的女孩身上还患有14项其他病症 每天只能靠药物续命 为此妈妈只能强忍心痛 将女孩身上的氧气管拔掉 2023年3月 小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后 医生们发现 她的CT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 这原本应该是件好事 但在场的医生们却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恰恰代表小玲的情况 比他们想象中更加棘手 此时小玲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虽然在赶往医院的途中 医生已经紧急为她输了不少血 但她依旧浑身苍白的吓人 营养不良导致的贫血 进而使大脑无法得到充足的宫血 因此引发了脑功能异常 但这些都只是医生的推断 这个猜想究竟对不对 还需要进行核磁共振 做进一步的确认 但小玲的身体情况 压根就无法支撑她完成检查 无奈之下 医生只能先为她做了头部抄生 为此爱美的小玲 不得不剃掉了所有的头发 不知道她醒来后会不会更加难过 然而此时小玲的妈妈 却顾不上这些了 因为医生告诉她 小玲极有可能挺不过这次了 让家属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就算能挺过这次 后期大概率也会对大脑造成损伤 不排除有瘫痪或者智力障碍的可能 即使每天都接受治疗 但小玲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医生每天都在严密地观察 她身体的各项指标 但小玲却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 她的父母在病床前 一遍遍地呼喊她的名字 想让她给点反应 但小玲却始终一动不动 又过了一周 小玲的情况依旧糟糕 医生也再次委婉地让家属做好准备 但小玲的妈妈依旧不愿意放弃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她就希望再试一次 最终他们决定再等一个月 如果还是没有转机 就选择面对事实 一个月的期限很快就到了 小玲依旧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她的妈妈痛哭流涕 即使十分不愿意放弃 但此时的坚持完全没有了意义 与其让孩子这么痛苦 倒不如让她早点解放 为此妈妈亲手将小玲身上的氧气管拔掉 或许只有真正的母亲 才能理解那一刻的撕心裂肺 美从来都是多种多样的 为了所谓的变美 连生命都丢了 这样真的值得吗